下周一就是双十国庆 是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首次的国庆盛典 总统蔡英文首次的国庆盛典 以台湾有你真好为主轴 用温馨感性做诉求 大力放松的宣传短片中 不但请奥运军牌国手 许淑敬画刀 还可以看到救灾英雄的身影 风雨英雄当然是我们这一次 整个国庆活动里面最主要 最重要的一个 主要是要真的针对这段时间 在台湾当人民需要闻声救苦的时候 他们出现 国庆大会以缤纷国庆多元台湾 作为理念 大会舞台设计的色彩亮丽 迎兵接待团则是由 名传等四校学生组成 向台北大学的学生 穿上白色绿领上衣 搭配红色小棚裙活力又时尚 各校金钗和金帅也一致排开亮相 展现不同以往的风格 这次国庆前总统马英九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等人 已经回函表示会参加国庆大会 至于前总统陈水扁因为弊案判刑 停止礼遇 参加典礼是否符合机制引发讨论 基本上是要由国庆筹备委员会来处理了 我们尊重他们 我从部长的角度就是尊重制度 那主办单位我有邀请 然后再看按照他们的制度去处理 而这次的军事表演 也将国军弟兄定调为救灾英雄 提升国军的英勇形象 包括抢救用的扶桥车 都会出现在展演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